大家好,在美国从阿富汗撤进之际 塔利班组织突然高调宣布 我们跟中共是朋友 这条新闻出来以后呢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特别是这些华人朋友 听了以后呢,还一下缓不过神了 因为塔利班对中共来说呢 也曾经是中共的对手 因为呢,在新疆的这些爆恐事件呢 背后都塔利班的支持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来呢 中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是一样的 都把塔利班呢,列为恐怖分子 但是这几年呢 随着中美关系的转变 中共跟塔利班的关系呢 也发生了变化 中共呢,再也不说塔利班是恐怖分子了 在所有的新闻媒体中呢 只是说塔利班呢 是阿富汗的一支武装力量 就是口闻就变了 那么在这个2018年19年以来呢 塔利班屡次有高层人员呢 到北京来访问 实际就是到北京来拉关系 来认大哥嘛 对不对 他们遵循的是那个最古老的游戏规则嘛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美国是阿富汗的敌人 美国也是中共的敌人 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那么中共呢 跟塔利班呢就成了朋友 以前中共跟塔利班的这个往来呢 还有点偷偷摸摸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在阿富汗呢 毕竟是由阿富汗政府 他们是由美国支持的 所以呢 中共跟这个塔利班的来往呢 尽管也朝外发一些消息 但是呢 没有这么大张旗鼓 没有像现在塔利班讲的这么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一撤走以后呢 塔利班的势力迅速做大 到今天为止 塔利班的势力呢 已经控制了阿富汗85%的领土 所以这个就面临着 塔利班可能在阿富汗地区呢 再次掌权 所以塔利班的底气也足了 讲话的声调也高了 他的发言人公开在媒体上就强调 首先他说 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 我们欢迎他们参与到 阿富汗的重建与发展中来 他首先表态 我们跟中共呢 是好朋友 另外他以前跟中共的那些往来 实际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只是重申了一遍 另外呢 在他即将掌权之际呢 拉投资拉赞助 希望中共给他出钱嘛 这就是他讲的这个第一个意思啊 然后呢 塔利班的发言人苏海尔又说呢 塔利班不会允许任何人 在阿富汗境内呢 袭击中国人 他给中共呢 表了一个态 然后他又说呢 我们去过中国很多次 与他们有着良好的关系 那么这个发言人讲的话呢 这几个是最主要的意思 就是向全世界表明 我们跟中共的关系非常好 中共呢 就是我们的老大 我们的重建呢 将会得到中共的支持 另外我们塔利班呢 也会保证中国人在阿富汗的安全 就是这么几个意思吧 向世界表明了态度 所以大家能看到啊 中共的面目呢 现在是越来越清晰了 他就是和世界上这些邪恶国家为伍 你像俄罗斯 对不对 曾经的老大 中共的俄爹 朝鲜 伊朗 这都是在世界上具有那些危险性的国家 包括阿富汗 现在塔利班挑明了 中共就是我的老大 那么从中共的这几个铁杆同盟呢 大家能看到啊 习近平想称霸这个世界呢 他是要建立一个邪恶轴心国 就是以这些独裁邪恶的国家为骨干呢 然后再拉上非洲的一帮穷国家们 组成这样一个联盟 在全世界去捣乱 他最终就会走向这条路 因为从这个疫情以后呢 发达国家啊 都看清了中共的面目 对中共的这个封锁呀 是越来越严厉 从最近几个情况来看啊 首先是欧盟开会 就是冻结了中共投资嘛 就是你中国想在欧洲的投资 那么这个以后就非常难了 然后是美方拒绝了500名 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留学生 到美国来留学 这就是杜绝的中国啊 到这个美国来偷记住这条路 那么这个举措呢 现在影响到全世界 可能陆续会有很多发达国家呢 都会对中国的留学生呢 做一个限制 然后前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欧洲议会呀 提出呢 抵制北京冬奥会 理由就是中共对这个新疆 跟这个香港的这种迫害吧 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仓意 还有前几天日本副手上说的 假如说中共武统台湾呢 日本将会出面 就是从这些情况来看啊 这个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呢 对中国的这个围堵之势呢 基本上已经形成 那么习近平怎么样称霸世界呢 那么就是我说的 组成一个邪恶轴心国嘛 从现在来看世界的格局呢 可能将会是这样子 大家年纪大一点的人呢 应该会知道 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呢 世界呢就是这么两极世界 以苏联为老大 带了一帮这个共产国际的 这个穷哥们吧 然后呢 以美国为首呢 带领了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些国家 组成了这两大引进的对垒 那么近30年呢 由于这个苏联垮了 就是世界呢 成了一个单极世界 就是美国呢 没有对手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习近平可是一个 具有世界霸权梦的领导人吧 所以他现在要挑头 要肩负起苏联曾经的那种辉煌吧 大家想啊 如果习近平没有那种思想 他也不会与美国为敌嘛 他也不会到处去撒币 来建立他这个同盟嘛 哪怕是让国内的韭菜 日子更难过呢 那肯定是为了实现 他这种霸权梦嘛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呢 都是这样的 他为了实现他个人的一些想法呢 不顾及这个百姓的生死呀 这是所有独裁者 一个共同的心态吧 那么你像习近平这样子 他结交这么多邪恶的国家 会有好处吗 对不对 大家可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你跟金三胖好 你能占上朝鲜的便宜吗 你跟普京好 你能占上俄罗斯的便宜吗 你不是到处去撒币吗 你撒的这个币 不就是从中国老百姓手上弄来的吗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跟塔利班去交往 那么你想想 首先你中共的名声就彻底完了 你就是一个支持恐怖分子的一个国家 你在国际上可能会被更多的国家 所这个唾窃吧 然后你在国际交往中呢 可能一些发达国家呢 更会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觉得呢 中共现在也是昏了头了 啥事都敢干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塔利班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中共会支持这样的组织 这个塔利班 他的这个意思呢 是按这个普什图语和波斯语的发言 他的意思是 伊斯兰教的学生 是发源于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的 逊尼派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武装组织 这个塔利班的宗旨呢 就是要在阿富汗啊 建立一个纯粹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他在1996年 他夺取了阿富汗的政权 然后呢 他就是实行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统治 成立的有这个宗教警察 然后在大街上呢 看到人们的行为呢 不符合这个伊斯兰教的规范呢 直接就打 或者就是枪毙 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当时他们是支持本拉登的 在这个2001年啊 本拉登发动这个911袭击以后呢 这个美国呢 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 把这个塔利班力量呢 就赶到了山区里头 在塔利班掌权期间呢 干过一个非常震惊世界的举动 他们炸毁了阿富汗境内的巴米扬大夫 那个可以说是世界上啊 最大的一个山体浮象雕塑吧 光炸那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你想想 他们就是要消灭一切 与伊斯兰教不相符合的文化 所以呢 这个塔利班是一个非常邪恶的 反人类的组织 那么假如说塔利班执政了 他将会有哪些具体的施政方针呢 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条啊 第一 他会禁止妇女上学就业 第二 男人必须叙叙 女人必须蒙面 第三 禁止电影 电视 音乐 舞蹈等娱乐活动 这些活动呢 都要禁止 第四 成立宗教警察队伍 在大街上巡逻 严格执行宗教法律 如果有民众犯法 将会遭到公开的鞭刑 甚至是枪毙吧 因为他们这个执政期间呢 发生过他们在大街上 直接把一位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妇女呢 直接就枪杀了事件 这个他们就干的太多了 那私下里头干的那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中共与塔利班这样的组织 为伍呢 确实显示出了中共的邪恶性 也许中共干的事情呢 比塔利班更邪恶 最后呢 我讲一个故事啊 据说呢 在英国街头 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呢 在这个拉克的时候呢 拉了一位蒙面的穆斯林女青年 然后在行车的过程中呢 这个司机正在听着广播嘛 里面播放着音乐 然后这个女乘客呢 就告诉这个出租车司机 说呀 请你把音乐关掉 然后这个司机就不理解 就问这个女孩啊 就说请问女士啊 为什么要关掉音乐呢 她说呀 在我们的教义里头呢 不允许听这些西方的音乐 因为在这个牧盛时期呢 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的教育规定啊 我们不能听 古兰经规定之外的东西 所以这个司机呢 他就停下车啊 他就很礼貌的打开车门 说女士啊 请你下车啊 然后这位女士就问他 为什么呢 然后这个司机回答的也很极致 他说呀 在牧盛的时期呢 也没有汽车 请您在路边呢 等待您的骆驼吧 然后他关上车门呢 开车走了 这是现在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所以你从这里头来看啊 这些邪恶组织啊 都是口是心非的 他说一套做一套 既然所有的东西都要按照牧盛的要求去做 那么我也建议啊 这些塔利班组织啊 还有这些伊斯兰的极端宗教组织啊 你们也应该放弃一切现代的东西 也不要用什么电脑 也不要听收音机 手表也不要戴 因为在牧盛的时代 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最主要的是啊 你们不能开汽车 你们也不能用的什么AK47 什么火箭筒 毒刺导弹之内的 这些东西你们都不应该用 因为在牧盛时期呢 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那么你们要按照牧迅的教导呢 打仗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呢 骑上骆驼 拿着弯刀 拿着弓箭 拿着长矛 应该这样去做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们这帮统治集团 你们想用的东西 你们用 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用的东西 就不想让老百姓用 对不对 你这叫什么道理呢 你们不就是 拿着这个宗教的解释权 拿着这种强制性的武器 逼迫底下的老百姓 去服从你们吗 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难道说你们真正是 按照古兰金去生活吗 如果按照那个去生活 就像江太公说的一样 放弃一切现代化的东西 就说你们自己先开始做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